中国人员 各人捐赠收入当中 现在被发现说这个现金捐款的比例 是高达九百三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另外还有 有没有发现有刻意把这个捐款金额 拆成多笔申报的状况 历年这个账没有都查完了 查完就好办 那个我们是让捐款 人家这不然 这就很简单的问题嘛 各位柯文哲有14万笔的 小额捐款 裡面有13萬多筆是現金 現金啊 CASH 你在搞什麼玩笑啊 各位你最近這一個月你 你還有在用現金嗎 我都很好奇 不是我看到很多 很多阿姨啊 大哥啊 大姐啊 都用手機在付款啊 去7-11沒有人在用現金 你去7-11買個飲料 你都不會用現金了 然後你跟我講說 你要捐款給柯文哲 你要用現金捐 各位坦白講 我都不太知道 要怎麼用現金做政治捐款 你知道嗎 Manlockside 我都不知道 要怎麼用現金去捐款 然後柯文哲的政治現金 我再講一次喔 有93.7%真的是用現金 這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不是啦 我跟你講 真的我很多會計系畢業的朋友 他們看到我節目 都跟我講句話說 宇軒不用廢話那麼多 他就在洗錢啊 有什麼要討論 稍微有開過公司喔 因為我都還不算內行 有做過會計的人喔 就覺得這到底是在 就我們講 不要把百姓當作白癡好不好 你柯文哲你也講過一樣話嘛 不要把別人當作白癡嘛 你現金14多萬筆 你現金14多萬筆 然後裡面有93.7%都是用現金付款 然後裡面又有310筆 因為各位啊 政治現金個人捐贈有上限喔 個人上限大概是10萬塊 然後公司的上限是200萬 然後有310筆都是在上限 都是捐10萬塊 然後還有匿名的 我們大家都不要裝傻好不好 你這就洗錢啊 那你知道客人被他問到這個問題 他就這樣回答啦 好你仔細聽一聽 大概有18萬筆 支出大概有1萬筆 那如果再把中央檔布 我們在問你 為什麼要洗錢 為什麼一堆現金 然後他說我們18萬筆 收入1萬筆支出 這不是廢話嗎 沒有人問你這種廢話好不好 中央檔布難免有 你看他開始扯中央檔布 誰問你中央檔布啊 你就回答我為什麼 那麼多現金就好了好不好 老實講喔 有人在嘲笑 他說啊你們就是誠實聲報 你看他 你知道柯文哲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嗎 我講給你聽好不好 他不是說他誠實聲報 他的意思是說 藍綠很多 那種地下的黑金 政治獻金都沒有聲報 啊我們比較傻 我們傻傻的聲報 在上面作帳 我們犯罪手法比較low 我們比較笨 勝文卡工讓你抓到了 你聽得懂他的意思嗎 柯文哲這個人是非常邪惡的人 他的意思是說 藍綠很多人私底下幾百萬幾千萬在拿 但是呢都沒有聲報 那的確我們是做壞事 我們就傻傻的想說要把他報上去 然後把改賬 算我們比較笨 早知道我就跟藍綠一樣 我們都不要報 把錢拿了就沒事了 你聽得懂他的意思嗎 他的意思說這些現金喔 早知道我就直接收進來不要報了 他不是說我們比較誠實 你聽到的是說 他是說我們比較誠實 不是他在講犯罪手法 他是在不爽說 啊你們還不是一樣 私底下拿了那麼多現金 啊為什麼你們沒事 早知道我不要報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他的誠實的意思是這樣子 各位我沒有取決他 因為你們不了解柯文哲 你去問問看跟他接觸過的幕僚 他私底下怎麼罵人 他檯面上裝得很勾矣對不對 一個阿伯啊很好笑啊 然後拍照穿內褲啊 不是這樣耶 他會議裡面你還記不記得 誰人家的狗誰牽回去 他講話一直都這樣 他對於下屬 然後對於女性 他是非常不尊重的 他是沒有把人當人看的人 我跟各位講啦 其實這些前幕僚喔 很多人都出來咬嘛 你們不用啊 你們直接把柯文哲開會講過什麼 怎麼樣羞辱人 把講出來就好啦 柯文哲的人設 從頭到尾很假 都不是這樣子的人嘛 這個國民黨才報兩億 那這是你們啊 怎麼可能是兩億 你們還怪怪 你看 他現在在怪別人了 我們現在在問你的是 你政治獻金是不是報假帳 洗錢 假發票 然後他現在說 哎呀我跟你講藍綠的那個都是假的啦 我們這個算好的啦 你聽得懂他的心態嗎 他的心態是我真的有做錯事 我們真的是洗錢了 我們把現金洗進來了 但早知道不要報了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算壞 他們是連報都沒報 他的心態是這樣子 你看然後又在扯東拉東扯西了 人家問你說為什麼要洗錢進去 為什麼有14萬多比裡面97.3%是 我真的被他搞很膩 他好煩喔 他好噁心喔 97.3為什麼是用現金捐款 不合理嘛 然後其中有310筆是在緊繃極限的 政治現金捐款嘛 現金啊 10萬塊了嘛 然後他又說他建立SOP 不知道各位 小牛都出來講了 柯玉安 他們2018年的時候 捐款本來就是每筆申報 大家都弄得好好的 本來就是每天作帳 每天收入支出平衡 做得很好 沒有出過問題 他以前本來就有SOP了 監察院也有SOP 是他自己不守規矩 胡搞瞎搞 作帳灌水 弄假發票 洗錢 搞到現在這個田地嘛 然後跟你扯說什麼新丑 升職升保 當然有人說 保得越多抽越多 被抓到有問題 你看他現在怪的是這樣 他的意思說是 他們都沒報 他們問題更多 你怎麼不去查 我們比較倒楣啦 我們傻傻的作帳啦 這家務真的是非常非常 我跟你講這 根本真的是反社會人格 不是我各位 你不要覺得我做效果 他真的是反社會人格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駝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五十兩次 五十六年 五十五年 幾十六年 九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二十六年 六十六年 五十六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